2019年 应该会发我的最新的专辑 然后另外的话 也会陆陆续续的 我觉得多跟歌迷做些互动吧 其实我也蛮希望可以在后面 比如说多做一些 以前不太敢尝试的东西 类似直播啊 或者说做一些这个 或者做一些我自己想做 比如说品牌啊 也说了很久一直没弄 希望可以今年不要再拖延了 大家都不要再拖延 然后2019年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 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 你的能量是会被激发的 就你的频率跟它共振了 就我在说的可能比较玄乎一些 但是这个是真的 就是你拿去科学的去分析它 就是你在听很嗨的音乐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兴奋 觉得高兴 那时候因为你的频率跟它共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 内心都有一个频率 那个能量是有频率的 你的能量 外界的能量影响了你 就是我用这样的音乐 影响了我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跑步的时候 就想听这样的音乐 然后呢 我健身的时候 也想听这样的音乐 然后我每天早上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听这样的音乐 我的能量变大了 变足了 我觉得我变得更开心了 我为什么不听它 到后来慢慢想做自己 做这样的音乐 因为让自己开心嘛 我觉得每个人 人生课题很大一块 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开心 这个很重要 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很累了 很辛苦 所以就是 作为这个初衷 然后我就慢慢开始 做这样的音乐 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你的表达 其实是被动嘛 就是你其实不知道 要表达什么 或者是那个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只知道我喜欢唱歌 然后我是一个声音的 你就是在用一把声音来表达 可能就公司给你的东西 你就唱就对了 那 但大部分我觉得 他们给我的东西 是我觉得是我 我愿意表达的 我愿意表达的 那我就会去 就非常自然地去流露和表达 那如果有一些歌词 你会觉得那个唱得很不像我自己 你就开始有一个意识说 除了这条声带之外 我可能还应该有些别的 然后我就会有这个意识说 我要表达的东西 是不是代表我自己 我要身心合一 跟我的 我表达的东西 应该跟我的人是一样的 然后我想表达这个 我才应该表达出来 否则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是 那个就不是我 然后我可能就是半年 再半年一个人 那如果你一直在扮演一个琉璃昂的话 或者是成为一个 大家希望看到你的样子 或者是想象你的样子 然后你去扮演 那么我会觉得 你作为一个音乐人 我觉得就失去了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真诚 然后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认可 或者是怎么讲呢 或者是就是没有些什么争议 但是我会觉得 我希望表达我自己 要表达的东西 希望可以被更多人听到吧 因为大家也现在知道 就是流媒体很发达 我们现在听歌的渠道 就是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可能会被淹没 你可能会真的是淹没在 所有的歌海里面 所以就是 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 然后海外的一些朋友 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音乐 肉费 可以 更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